在疫情中,應該會影響到你們學校的運作 其實你們應該是六月的時候開的 在這段時間,怎樣維持著你們的營運 或者一定要保持著家長,你們等到我一會 我們開了之後,這裡很乾淨 衛生意識會很高 因為你們知道全部都是藥手 可能家長都會很擔心這件事 是啊,其實我們設置這個學校的時候 正直就是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所以我們很多方面,在衛生方面 都想得比較細緻 包括海的消毒,包括這間學校的消毒 進來的小朋友應該要有什麼程序 是令到他們最安全的 其實這個我們都想得很清楚 還有我們每一張桌子都已經是全開的 每一個小班教學 每一個導師只會教三至四個小朋友 即是不會多四個小朋友 所以其實家長都很放心 所以我來到這一間 因為我們也是有小朋友 所以其實我也是想想 如果我的小朋友來這裡學習 我希望這間學校是怎樣 我才會滿意呢 其實我們都做得足夠了 那這樣有重要 你自己,你都是用家 是啊,沒錯,所以我都很明白 家長的心態 你會不會有時客村都會教一下 會啊,會啊,有時都會教一下 那些小朋友會說啊,很開心啊,校長 因為很多小朋友 要是他們家人可能很喜歡打球 所以他們有時都會看過我的比賽 所以有時見到我都會 啊,我剛剛在哪裡見過你比賽啊 這樣有時就聊聊天 但我有時都會教他們打球 但就不會特定有哪一個過程是專門教的 或者是我有哪一天是真的會下來 特定有一個過程是專門教的 就不會的 那就是客傳形式 有時就是下來即興 那有時會跟我的小朋友一起玩一下 都蠻好的 那你那兩個女兒 現在有沒有很空的 小女兒又學啊 是啊,小女兒又學 反而大那個 是啊,大那個就 因為剛剛小學二年班 所以就比較忙一點 那之前有網上教學比較多一點 所以就常常上課 都已經上了幾個小時 其實都很辛苦 所以就 小女兒就 幼稚園就可能多點時間玩的 是啊,兩個女兒都喜歡打球 但小女兒就現在都有一路學下去的 其實應該挺開心的 就是自己小朋友喜歡自己都很喜歡的活動 是啊 那種感覺是 哇,我是心火相傳的了 就是希望你都有一些成就 其實沒有的 其實都是看看他們的興趣 就是我又不會說 因為我是足球手 就一定要你們都是跟我一樣 也不會的 其實都要看看他們的興趣在哪裡 只要他們喜歡我們都會支持他們 還有其實在這一年 其實很大部分時間 都是在疫情底下到過 是啊 那你也少了很多機會可以出去比賽 其實這一年你覺得有什麼改變? 其實真的這麼多年 就是打了職業的賽球比賽這麼多年 真的沒試過這麼多時間在香港 所以其實都有得著的 當然錯失了很多打球的機會 那因為其實現在職業的比賽 都一直保持著是有的 但是因為大部分比賽都在英國 那邊疫情比較嚴重 自己都不太敢 就是飛十幾個小時過去又要隔離十幾天 然後之後 是啊 我自己覺得不是太適合 所以就從二月開始到現在都一直都在香港 就是多了很多時間陪家人 那這個就是 你最開心 我也很開心其實大家都開心 是啊 其實都打了這麼多年比賽 有一個小小的休息我覺得是好的 那剛好學校開了呢 你又可以多些時間去香港 是啊是啊 所以其實是有得又有失的 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都很開心 還有之前疫情期間很多出球室 體院全部都關掉了 所以其實這幾個月打球是很少好少 那麼多年都沒試過 所以就多了時間去做其他的事 就是陪家人啊 這間學校的很多事情要處理啊 所以其實都是好事 其實都有很多特律的 是 有沒有想過 即日可能都要開分校 如果這裡run得好 即可能在其他區又 我們都可以再來 希望啊 希望啊 當然是一步一步來 但是終極目標 希望能夠可以有分校 但是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現在有很多因素我們要考慮 所以有些事情 不是我們任何事情都可以控制到 但是當然是希望可以有分校 還有希望能夠可以 將這個學校可以衝出香港 帶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這個也是我希望能夠可以做到的 其實呢 我發現也多了很多小朋友要戴眼鏡 其實如果家長真的想帶他們 來打球 會不會有影響呢 其實 嗯 這個的 跟這間 好 很好啊 對 先試試看 啊!好厲害 你可不可以